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冷饭说 世界上不时会出现天才儿童 他们有的学习能力异于常人 有的在年纪轻轻就可以完成成年人才能做到的事 而在篮球领域就有不少这样的神通 第一代网红球手Jason Augusto 11岁时就运球自如 凭借那出色的肌肉记忆登上了新闻头条 之后又有Julian Newman 12岁就可以和高中选手同场竞技 最夸张的要数一个5岁的孩子 Race Woodbury 还没上过幼稚园 就赢下了2011年的U19AAU全国冠军赛 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媒体为了制造更多的热门话题 但是不可否认 人们依然对这样的奇迹津津津乐道 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位这样的运球神童 Jordan McKay 他随便走进球场 仰手就是一记三分命中 穿着闪亮的Kobe 5 这位少爷看起来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那么一晃十年过去了 McCabe如今的表现又如何呢 1998年 McCabe出生于威斯康辛州的Coconor 当他还是个婴儿时 他就和篮球睡在一起 5岁时 父亲给了他一个手枪皮特的录像带 于是McCabe就把篮球当成了功课 他开始照着视频练习运球和传球 到任何地方都会把篮球随身携带 在商场或者电影院也不停地练球 甚至让喜欢篮球的家人都开始有些不耐烦 在家中的地下室 他会朝着墙上的一个锡箔纸盘子 练习传球精准度 结果还算喜人 至少没有打碎玻璃窗或者电灯泡 9岁时 他将自己的运球视频发到了YouTube 让观众们目瞪口呆 之后 ESPN邀请他去做节目 在新闻编辑部 McCabe熟练的运球 让在场的篮球专家都惊掉了下巴 等到了12岁 Allen DeGeneres邀请他参加Allen秀 让McCabe名声大造 节目的最后 Allen还给了他一份大礼 参加2011年全明星周末 不过 他可不是去观看比赛 而是要上场表演 他在展览馆和球迷互动 在甜瓜面前秀球技 还收获了科比的签名 在正在半场休息期间 他登上了全明星的舞台 在全国观众面前进行了运球表演 随后 McCabe被人们称为下一代的白巧克力 这样的热度 也引起了哈林篮球队的注意 2011年6月 球队将他纳入发掘未来之星的计划中 不仅在篮球上给予他指导 还和学校建立合作 在教育上确保他可以健康地成长 作为六年鸡生 McCabe的成绩优异 每门课程都是A 在哈林球队成员Rocket River看来 很多东西不是单单通过学习就能达到的 就像McCabe展现的篮球天赋 就是天生的资质 但是 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 McCabe会像专业球员一样 每天泡在球馆练习两到三个小时 如果坚持下来 他的成功也是注定的 在球队造星计划中 McCabe可以在读完大学毕业之后 与哈林篮球队直接签约 初中最后一年 McCabe受邀参加了Chris Paul举办的篮球训练营 在全国180名球员中 他脱颖而出 成为了最终参加训练营全明星赛的20名成员之一 比赛中 他展现了手枪皮特一样的白手假传 而且他的传球可以做到左右开工 面对多人的包夹 他也可以通过变相 灵巧突围 除此之外 很多接球动作 真的让人看到了白巧克力的影子 这样的表现 也成功引起了众多大学的注意 其中不乏密歇根大学 马奎特大学这样的篮球名校 他们和McCabe取得联系 并进行了非官方视讯 无法想象 此时的McCabe 甚至还没有打过一场高中比赛 对于McCabe来说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花哨的运球 并不是篮球的精髓 所以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帮助球队赢球 读高二期间 他击败了如今在迈阿密热火效力的Tiler Hero 被评选为当地的年度最佳球员 在威斯康星州高校二级联赛中 他率队拿下州冠军 并且在决赛砍下24分 此时 很多大学也先下手为强 纷纷为他提供奖学金 在众多邀请中 McCabe最终选择了西弗吉尼亚大学 高三时 McCabe场均可以拿下25.1分 这一年 他受邀参加了Stefan Curry举办的精英训练营 并和这位联盟MVP同场竞技 不过McCabe毕竟只有一米83的身高 在防守端的劣势还是比较明显 无论是面对库里还是其他球员 虽然挑战巅峰库里 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McCabe还是抓住机会 在对方面前标进三分 这场训练赛 他和库里多次对位 相信他也能从前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高四时 McCabe场均可以达到26.7分 7.8助攻 并被评选为威斯康星州篮球先生 2018年 在州冠军比赛中 他狂砍32分 10助攻九篮板的准三双 比赛最后阶段 他外线发炮 扳平比分 随后又是用一记三分 将比分反超 比赛还剩最后3.5秒 McCabe杀入内线 用一记上篮 完成绝杀 帮助球队以76比74 最终赢下比赛 全场比赛 他投进7记三分 并包揽球队最后的8分 在收获第二座州冠军奖杯的同时 他也完美地结束了自己的高中生涯 有时 带队获胜 并不一定要靠飞天遁地的身体素质 球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McCabe在这一晚的表现 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高中毕业后 他在多家选秀网站获得4星的评分 在2018届球员中 他的总排名进入前100 位列第86名 不过 虽然他的名气很大 但是1米83的身高 和85公斤的体重 也让人们持怀疑态度 他是否能在更高级的联赛中生存 特别是防守端 进入大学联赛后 McCabe的表现 也印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想 和偏重进攻的高中联赛不同 12大联盟的比赛进攻 节奏更快 球员身体素质也更加出色 McCabe显然并不适应 赛季初他在比赛中会出现很多失误 这也直接导致他失去了主教练的信任 球队连战连败 虽然平心而论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整体实力 本来就不强 但是McCabe也没有打出像样的表现 不过在赛季最后阶段 McCabe迎来了转机 因为队友受伤 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最后10场比赛 他打出了场均13.5分 5助攻的好成绩 并且连续7场比赛得分上双 3分命中率更是达到了35% 在和TCU的比赛中 他拿下了生涯新高的25分 11助攻6场段 初战50分钟 带领球队挺过3个加10 击败对手 但是在大二赛季 他依旧无法取得突破 在初战31场比赛的情况下 他平均上场时间下滑到13.5分钟 而场均得分也下降到3.1分 命中率仅仅为31% 只有两场比赛得分过时 截至2020-21赛季 他的首发位置被队友取代 在目前打了20场比赛后 场均出战11.6分钟 仅得2.5分 目前来看 McCape基本已经定型 想要在大四时间逆袭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NBA 也是基本无望 人们总是希望预测未来之心 无论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但是想要准确预测一个人10年之后的发展 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在McCape22岁时 未能达到人们10年前对他的期望 也就并不奇怪了 初代篮球神童Jay Sean Augusto 在大学时期有场均10分的表现 但是在2017年放弃了NBA选秀 另一位天才选手Julian Newman 如今的身高仅仅1米70 只能谋求在海外职业联赛发展 而那位五岁就夺冠的Riz Woodbury 我们祝福他的篮球成长道路 一切顺利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订阅加评论哦 冷饭说 我们下回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